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吉利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4.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成智讲师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童心学员晚安 大家好 来,那个后面来童心往前面 把它坐满 那后面童心记得往中间移动 为什么 我们镜头只有拍中间这个区块 你如果没有入镜的话 你只有报名 不知道没有来上课就不知道了 因为镜头没看到你 OK 尽量往中间集中坐 欢迎各位来参加台湾民政府初级研习会 为什么要叫初级研习会 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很初步的 很浅显易懂的 让大家走入法理的殿堂 因为平常在外面所接触的 都是感情 都是情绪 甚至什么 鼓动 有没有 让大家很深切去了解到 跟台湾有关系的法理认知 有没有 没有 我再问各位 我现在讲的语言 你听不懂的请举手 这个语言是交通沟通的工具 我们不要用语言来界定这是哪一个国家 就像英文 那请问各位 全世界那么多 讲英文的国家 每个人都是英国人吗 都是爱英国 所以讲英文 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观念大家要记得 不要去陷入 流亡中华民国那种政党 斗争 他这个斗争从哪里学来的 共产主义 阶级斗争 去演变成政党恶斗 那现在各位 你在电视上看的 是变相的一种 恶斗的状况 我们不要去学 那个是谁的家世啊 谁的家世 流亡中国人的家世 是不是我们的家世 不是 大家很清楚哦 我们是什么人 台湾人 怎么样去证明你是台湾人 从语言吗 不是 从历史吗 各位 你的身份 必须要 透过 法律文件 来证明你的身份 而不是使用 语言 文字 来界定你的身份 你的国籍 我这样讲 各位同意吧 各位你到国外去 你拿的证件 就是代表你的身份 外国人会不会跟你 分说 你讲台语 你是台湾人 你讲 讲师现在讲的 叫做中国人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 还是以国籍 法律文件 法理文件 证明 白纸黑字上的资料 代表你的出生地 你的来源 你国家的认知 甚至你国籍 你的效忠对象 代表你的国籍 你的身份 而不是语言 所以刚刚也当然是 借由童心这样一个启发 讲师借这个方式 让大家沟通一个正确的观念 台湾为什么目前走不上国际的舞台 这个观念没有打通 也是重要的一点 各位 我问各位 大家眼睛闭起来 为什么他眼睛闭起来 现在台湾人有很普遍的毛病 拿着香 跟着拜 有没有 拿别人的意见 为自己的意见 为什么 怕丢脸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 讲师现在要问各位 为什么要问各位 才能够知道 在座各位 你现在的观念在哪边 接下来的课程内容 讲师借由各位的认知 来引导各位 好 请各位合作 眼睛闭起来 我要看到各位 眼睛都闭起来 不要偷看 我问各位 你是 本土台湾人的请举手 请放下 您是1949年 跟着蒋介石先生来到台湾的请举手 眼睛闭起来 不要看别人 好 请放下 第二个问题 您今天来上课 是自己 自愿意愿 来的请举手 请放下 朋友的介绍之下 才来上课的请举手 请放下 有没有人是 家里的人 逼你来的 请偷偷举举举的 没关系 OK 好 OK 不要讲话 你讲话 同心就知道你是谁了 为什么要求各位举手 因为只有讲师看得到 各位 你都很合作 都有 闭上眼睛 我们不是在往蓝人杀 天黑请闭眼 不是哦 因为现在网路上很多 小朋友甚至学生 都在玩线上游戏 叫什么狼人杀 天黑要闭眼 不要 天黑你眼睛要睁开来 为什么 地上有坑洞 你才不会跌倒 但是现在呢 你坐在这光明的 法理教室里面 你可以安心的 把眼睛闭上 然后呢 讲师问你问题 你就举手就好 不要讲话 好 再来接下来问题 台湾有没有参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在 新闻媒体上 常常听到 有这么样的一句话 尤其是 选举的时刻 有这么一句话 讲师再重述一次 台湾 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好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接下来问题 台湾有没有参加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接下来问题 国宾饭店是住在 国宾饭店的人的 我再重述一次 国宾饭店是 住在国宾饭店的人 他所拥有的财产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好 各位眼睛请睁开 我们看到今天的课程 刚刚问的问题 非常关键 有什么 各位 我从来 没看过 一个教室里面 问的问题很简单 几乎是每个人 都知道的事情 结果 答案不一样 为什么 现在台湾很复杂的 国际地位 就是在这里 有的人认为 我是中国人 有的人认为 我是台湾人 有的人认为 这片土地上 从来没有战争 有的人认为 这个地方 有战争 好 再补充一个问题 继续 眼睛再闭起来 去思考一下 台湾 有参加战争 那么 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 来轰炸台湾 是日本的请举手 就你的认知 是美国的请举手 是中华民国的请举手 好 眼睛请睁开 各位 现在看到这边来 简单的问题已经问完 讲师也大概知道 目前各位在座的 你所了解的 到底问题在哪里 阿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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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起来 来 童心把他 叫一下 OK 来注意听 来注意听 好 感谢你今天来上课 我们今天 在讲的内容 电视看不 没有这种节目 第二点 好好 无家 第三点 好家在各位 你有贵人 幸好你有贵人 你才能够了解 从这个迷惑中 逃脱出来 幸运的坐在这里 台湾到底是谁的 凭什么拥有台湾 一开始 一开始 要告诉各位 好 我们在网路上 各位 你有手机 我建议各位 你现在不妨 拿起来 把声音调静音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各位要学习什么 自己找资料 来 我们第一个 找马关条约 这是我们在 求学过程中 第一个 常常听到的 一个条约的内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这上面来 目前各位 在台面上甚至过去所读的课程内容 就是像现在 简报上 来 看到这上面来 我相信教科书 过去曾经是这么样的写的 它写什么 中国的清朝与日本 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条约 什么时候 1895年 明治28年的4月17日 在日本本州 它标示很清楚 在本州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下官 所以正确名称 条约的名称 记得 国际条约 前面这个就是签约的地点 在哪里所签的那个地点的名称 套用在条约的前面 所以正确名称应该是什么 下官条约 位置在日本的本州岛上 有一个地方叫下官 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1895年的4月17号 当时是日本帝国什么年号 记清楚 明治28年 那这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 这底下这个 这是教材通常会印的内容 但是一开头就有问题了 来请记清楚 它这上面 普通教科书上面会写什么 中国清朝与日本 条约上是不是这样子写呢 你现在把它看好 等一下我们对照 正式条约上的白纸黑字 就好像我们在做产权 产权比如说我买房子 租房子给房客 我们跟房东租房子 跟地主租土地 开工厂 或者是什么 种田 这些条约内容 包括买卖车辆 买卖契约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甲方跟乙方 这个课文内容是写中国清朝跟日本 我们看到条约 原版 原版 建议 卖一输 粉 literacy 市面 去 西兜 案 好 温暴 我们 我们 一起 中国 這個是馬關條約原文的內容 來 看清楚上面寫什麼 大清帝 慈禧太后嗎 看清楚 大皇帝陛下 他的身份是什麼 皇帝 對不對 好 跟誰簽 大日本帝國誰 大皇帝陛下 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日本天皇 皇帝跟皇帝所簽的 國際和平的條約 為什麼打戰後一定要簽和平條約 這個在戰爭法架構下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從宣戰 到戰事的發生 也就是開始發生打仗 到戰勝國征服戰敗國的當下 戰勝國一定會要求跟戰敗國簽立和平條約 因為沒有簽約會怎麼樣 繼續打仗 打到什麼程度 戰敗國完全滅亡為止 所以國際條約 國際和平條約 可不可以不要簽 可不可以不要簽 還是說我要廢除 不平等條約 這個不平等條約 講師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所有的國際和平條約 都是不平等 為什麼 戰勝國為了要壓制以及控制戰敗的地區 實行軍事佔領的時候 所應當對佔領地所有的處置 包括人民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 生活的幸福平安 所以必須要什麼 制定和平條約 我們一開始看到的這部分 跟剛剛我們看到網路上 也就是一般教科書上所印的中國清朝與日本 跟條約的原版有沒有一樣 甲方跟乙方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是皇帝跟皇帝 因為有兩個國家 戰敗的就是甲方 也就是必須要賠償的那一方 是誰 哪一個國家 大清帝國 我們不是清朝 我們是本土他人 本土他人我們的國家是誰 待會就會跟各位說明 從這個起點開始 要了解到我們的民分 各位 我們家裡是不是有 我姓什麼 我在家裡我是大哥 還是大嫂 還是最小的弟弟 還是當侄子 當爺爺 當祖父 當祖母 對不對 那是什麼 民分 就像我姓溫 我可以跑去姓王的家裡 爭財產 可不可以 可以用暴力嗎 我找了一堆不良分子 帶著刀帶著槍去人家家裡 這塊地明天就是我的 我說了就算 可不可以 不行 必須什麼 大家要和平的來談 不是用搶奪掠奪的 我拳頭大 這土地就是我的 我的軍事武力強 這個就是我 我佔了 佔領這個地方 這個土地就是我的 這個過程 這個時代 已經在什麼時候 拿破崙席捲歐洲的1830年 那個時點點開始 已經不再是這麼樣了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開始用 萬國公法 也就是國際法 來保護自己國家 免於遭受戰爭之苦 戰爭法的來源也是這樣 戰爭法最開始是誰 起源 我相信各位 你有沒有插過 面蘇利達姆 面蘇利達姆那個封面 是一個小護士 他是誰 南丁格爾 他就是戰爭法 最起點的那個人 一個護士 為了戰爭 要救那麼多的傷兵 受傷的民眾 疲於奔命 各位 如果我們是護士的話 會不會希望不要打仗 會不會想要保護 無辜的老百姓 勉勉於戰火之苦 會不會希望 國家 不要每個人 都變成流亡的難民 希望 希望 誰希望打仗 但是打仗 一旦不得已發生的時候 仗可不可以亂打嗎 可不可以亂打 打仗就是亂打 屠殺 屠城 可不可以 不行 連打仗都有法 法律來規範 叫做什麼 戰爭法 好 回到這裡來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他跟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就是代表 清帝國的國家法人 這個國家最大的是誰 皇帝 不是垂簾聽著那個慈禧太后 沒有 條約上並沒有寫慈禧太后 OK 再來 跟誰 日本天皇 他不是寫德川幕府嗎 不是 各位要清楚喔 因為有些書本 有些是用編的 但是 我們 各位 法理是講求 白紙黑字 尤其是條約的部分 要看清楚 皇帝跟皇帝簽約 兩個國家 為了和平 所定義的 那 這兩個 國家法人 代表什麼 授權者 國家法人最大 他一個人 皇帝 一個帝國 皇帝沒有辦法一個人 管理那麼大的國家 那麼大的地方 所以他必須把管理的權責 交給誰 由他所信任 授權的 政府 也就是帝國政府來 管轄 就是有 授權者跟被授權者 那 簽條約也是一樣 兩個國家法人 已經出來了 清帝國的皇帝跟日本天皇 簽條約 不是清朝 也不是日本 清朝是中國人的歷史名稱 他不是正式的法律 名詞 日本 是國家的名稱 但是法律上 一個講日本是很籠統 沒有標的的 必須要把人點出來 那個人是誰 國家的法人 也就是國家的代表 像美國 他的國家的代表人是誰 美國總統 現在美國總統是誰 川普 我曾經問 他還在告訴我是歐巴馬 他說沒在看新聞 我記得是 我記得好像是歐巴馬 我說 很難得耶 竟然沒有 這位竟然沒有在看新聞 對啊 現在 現在 記得 美國總統是誰 川普 已經交接了 什麼時候交接 今年對不對 對 什麼時候 還記得嗎 1月幾號 20號還是9號 回家再去找一下答案 OK 來 授權 的人 是皇帝跟皇帝 被授權的人 代表清帝國 被授權 來參加下官條約簽約的 有兩個人 看清楚喔 那個 李鴻章跟誰 他的兒子 誰 李金方 是代表清帝國 被授權的人 來簽約 再來 日本天皇他授權誰 有兩個 第一個是 內閣總理大臣叫什麼名字 伊藤博文 另外一個呢 外務大臣 誰 陸奧中光 這兩個 兩個跟兩個 時間點 我們剛剛有看到的 他時間有寫 有寫對 明治 28年 公園 我們不要講西園 公園 全世界公用的公 不要把中國那一套拿來用 各位要清楚 換藍一新 我們要站在國際的 舞台上 用國際觀 來看 整個法理 這才是正確的 而不是我站在中國的立場 我們站在英國的立場 這是沒有辦法看清楚的 你必須要站在 法理的立場 你在看 任何法理文件 包括研究 國際的法理地位 你才能夠 抓住什麼 公平跟正義的觀點 你做的法理 你做的法理論述 法理判斷才能什麼 秉公 看 才不會偏頗 我現在 我現在講這個話 就代表是愛中國 NO 我如果講Good Morning 我愛英國 我效忠英國女王 是嗎 不要有這種觀念 鐵到一邊去 我們現在講話 為什麼 講師要講這個 各位 除了各位在座的都聽得懂 我使用方面 還有各位 你轉過頭來看 是不是有一台攝影機 它是直播的 是全球網路直播的 透過這個鏡頭 是不是會有很多來自 各個地方 他只要聽得懂我在講的 這個語言 他是不是都聽得懂 不管他是講客家話 講 阿美族 講盧凱族 甚至是世界各地 不管是 住在日本 美國 甚至各地 澳大利亞 他只要聽得懂我講的 他是不是可以吸收 台灣法理 也就是新台灣論 也就是秘書長所研究 國際法理 他是不是可以吸收 為什麼他講課 透過鏡頭 各位 你聽懂了 鏡頭的人 他要不要聽懂 他要聽懂 我相信他也很好奇 台灣怎麼有個台灣民政 沒有課程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他也會想了解 所以 不只是跟各位 在做講課之外 網路也一起來聽 剛剛提到的部分 各位你再回想一下 皇帝跟皇帝有授權 各兩位 清帝國的皇帝 是授權者 授權 兩個人 李鴻章跟他兒子 李金芳 代表清帝國 到日本的本州 下關這個地點 簽下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 中國殖民教材 給的名字 但是實際上 條約的名稱 要以 當地的地名 來做 條約的 全民 就像在舊金山 所簽的條約 要叫什麼名字 舊金山 和平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法國 巴黎所簽的 所以要叫什麼名字 巴黎和平條約 戰爭之後 所簽的條約 都是和平條約 簽的條約有沒有 平等 不平等 因為戰敗一定要賠 一定是被壓制的 所以有沒有廢除不平等 條約這種神話 沒有 所以各位 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OK 這課程一開始 一定要跟各位 打個這樣的一個基礎 再來 我們看到這個底下 親帝國 打敗仗了 投降了 他是不是要賠償 錢不夠賠怎麼辦 是不是要割地 賠款 他要割哪些地方 告訴各位 萬國公法 也就是國際法 有詳細 詳述的規定 請你記下來 初級班很重要的兩點 第一個 神聖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第二個 可以割讓的土地 只有殖民地 跟拓殖地 開拓的廓 提手旁 旁邊石頭的石 拓殖地跟殖民地 才可以割讓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政府不可以割讓 大家會聽得 模糊 為什麼 很正常 過去課程 學校老師 甚至大學教授 都不會去講到這部分 害怕你知道 那OK 臺灣民政府全部都讓你知道 美國要求 甚至跟他們講 臺灣民政府上課 不用遮遮掩掩 直播 都講 講開來了 因為我們不是中華民國 那一個系統 我們是 被美國軍事佔領 佔領地的人民 而不是流亡來台灣的 流亡中華民國 兩個是不一樣的 就好比是在 印度半島的印度 它上面是不是有個流亡政府 叫什麼 西藏流亡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 跟印度 同不同樣一個國家 不同樣 一樣 流亡的中國人在1949年 那一年 大量的逃亡來到台灣 台北市 定居 到今天為止 那原本住在這土地上 的人 他的國籍是哪裡 日本 對 就是日本 但是詳細的國籍叫什麼 大日本帝國 跟現在日本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要記得 為什麼不一樣 高級班會跟各位詳細的說明 講師大概今天跟各位點一下 因為 他所使用的憲法 不一樣 在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 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在 舊金章和平條約簽訂的1951年9月8號 以前 日本帝國 存在 但是1951年9月8號 這個時間點過後 會變成兩個部分 原來的大日本帝國 也就是還沒有解決的部分 跟 已經 帶出來 全然的新的一個政體 也就是管理眾人的事 新的 團體出來 叫什麼 日本政府 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安倍晉三 他所使用的憲法是什麼 和平憲法 可是 當時昭和天皇陛下 他改掉 就是 麥克拉社 把 日本帝國的憲法改掉第四條 跟第九條 變成新的一部 和平憲法 憲法不同 他的政體就不一樣 那台灣在哪裡 台灣在 還沒有 被改掉的 日本帝國 在這個架構底下 那 改掉的就變成什麼 新的一個政體 所以他可以加入 聯合國 懂意思嗎 那我們呢 還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底下 被 舊金上和平條約 保護著 但是呢 我們是被壓制的 如果不是秘書長發現 台灣法理 從國際法理地位 從舊金上和平條約 從下官條約 去發現 原來我們的民憤 我相信各位 現在還在 什麼 擔心 阿公的會打來 台灣會被中國拿去 我們會變成 共產黨統治下的工具 統治下的努力 大家還在害怕 而民進黨上來了 國民黨上來了 時代力量怎麼樣 一天到晚就電視鎖著 我明天隔壁 他支持民進黨 我支持國民黨 我們兩個 走出大門 我不要跟他講話 他只要有一點侵犯 我就要 跟他打架 不要這樣子嘛 不會有必要 現在電視上所看到的 都是中國人的家務士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佔領者 我們呢 小人有心無嘴 點點不不說話 為什麼 我們是被佔領方 這樣有沒有清楚 我們的祖父 各位 講師跟各位講 我的祖父 在兩個星期前 已經過世了 我沒有跟童心講 我沒有講 因為婚章喜慶是自己的事情 我們自己家處理就好 我們不用勞私動眾 我的祖父告訴我們 我們是日本天皇 的臣民 的臣民 那不是中國人 他以前老闆又清潔的時候 他有親手寫了 陸軍的軍歌 包括 挺進隊的軍歌 他親手拿著筆 寫著日文 把它寫一寫 一整串 交給我 還有當時 他在 接受 1937年 4月1日 黃明化 所拿到的東西 一頂 由我曾祖父 交接給他的帽子 還有一根拐杖 他留下給我 就是這三間東西 我把他留下來 我的祖父 知道 台灣有希望了 而且希望 就在眼前 為什麼 越來越多的本土壇人 越來越清楚 知道 原來我們的國籍是 大日本帝國 我們都要效忠 日本天皇 我們現在 是被美國軍事占領 壓制 他請中國人 請流亡的中國人 流亡的蔣介石集團 來到台灣 管理我們 為了預防 我們再一次掀起戰爭 就這麼簡單 我的祖父就這麼簡單 交代過去 我的祖父跟我的伯公 兩個人 很平靜地度過 228 清香 這些時期 他們很聰明 兩兄弟一組 去找工作 彼此講話交談 用日本話 但是遇到有第三者來的時候 恢復將 兵中時講的話 他們在唱歌 在深山裡面 在唱日本歌 但是有人在問了說 你有聽到有人要唱日本歌嗎 我的祖父跟伯公很聰明 沒了沒聽到 你有聽到嗎 沒了 讓 聽到那個人以為說 這山裡鬧鬼的啊 有日本兵在唱日本歌啊 那其實是 是我的伯公 因為祖父在唱 這是額外的讓大家了解 各位 你的身份是 誰 你必須 要去 要去戶政事務所 去找答案 從爸爸 我們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媽媽 是追溯到 1945年9月2號以前 去找出來 他們在戶政事務所的戶籍騰本 登記的出生年月日的年號 是不是 講師所講的 慶應 明治 大政 昭和 如果是的話 你就是標準的 日本 帝國的成名 如果不是怎麼辦 沒有關係 因為在台灣住那麼久了 你有來上課了 你經過規劃 你經過志願意願合法的程序之下 你慢慢你也可謂成為什麼 日本帝國的成名 也就是日本天皇的成名 大日本帝國 存不存在 還在嗎 滅亡了還是 還在 還在 為什麼 標準答案 講師用高音為什麼 各位你們都知道 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我們看到右手邊 各位右手邊有沒有看到 有一幅藍色的這一面圖 在哪裡 在日本的本州 東京 這個地方叫做皇居 天皇所居住的地方 皇居 這座橋叫什麼名字 二重橋 我們聽過新北市是不是有 這個地方叫三重 三重中間是不是底下有個 比較低窪的地方是什麼 二重疏洪道 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記 這個是來二重橋 OK 二重橋 這張圖 這張圖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張圖是在 2010年的 9月8日 台灣民政府在 美國華盛頓DC 舉辦慶祝酒會的時候 有美國政府的代表 將這兩幅圖 交給代表 交代怎麼講 你把這兩幅圖 帶回去 交給你的秘書長 秘書長一看就 對不對 心有靈犀 一點通 原來 正確 為什麼 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什麼 各位州辦公室 跟郡的辦公室 你都可以看到 這張圖上面會印兩個字 印什麼 日暑 隔壁這張呢 美戰 但是我們 看這兩幅圖 解釋 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不是只有日暑美戰 沒錯 但是我們要更詳細去講 不能說看到日暑 暑日本 美戰 美國佔領 太淺了 各位你有上過課 包括 各位課後 你可以什麼 進一步 我們到那個 報名的地方 去把兩本書帶回去 新台灣論 上冊跟下冊 上冊有600多 下冊 一樣 你要把裡面的內容 好好讀熟 講師為什麼在這邊講課 我沒有比較厲害 我只是把書 讀比較熟而已 所以在這裡跟各位 分享什麼 讀書心得 懂意思嗎 所以叫講師 我不是老師 所以要清楚 OK 日暑 要怎麼解釋呢 我們回到 剛剛我們想一下 剛剛課程開始前 詩語是不是有放 三首歌 台灣民政府臨時代表的歌 再來是什麼 演奏 日本國歌 再來什麼 演奏 美國國歌 三首歌 演奏完之後 接下來是什麼 宣讀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以及立場 我們眼睛閉起來慢慢想 大家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你注意聽講師所講的 上面沒有答案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台灣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接下來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一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佔領 二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 推動事務 不合作 也不配合 好 想一想 眼睛睜開 眼睛可以打開了 眼睛閉開了 我們看到右手邊 為人講師要把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跟立場 重塑一次 幫助你 對這兩幅圖 你有進一步 對你的親朋好友 做說明 根據什麼 國際法理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是不是 根據歷史 根據語言 根據文化 是不是 不是 根據什麼 國際法理 開宗明已經跟各位講了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完全是 依據國際法理 不是自己編的 好 好 我們看到 日本天皇這一張圖 我們用想的 我們 相信各位 你有到州辦公室 去走過 甚至郡 辦公室走過 你可以印象當中 你是不是有發現 講師現在用 雷射筆鎖 標這個地方 州的辦公室 是不是上面寫兩個字 用白色印上去 日暑 各位 你想想看 剛剛講是不是有講 日本天皇 保有 台灣 所有權 這句話很重要 建議各位 把它套上去 看到這一幅圖 很自然的來講 台灣的國際地位就是 日本天皇 保有 台灣 所有權 也就是日暑的 意義 接下來我們看到隔壁 這張是 當時 2010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是誰 歐巴馬 他的太太是誰 Michelle 這個時間點 當然是他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當然是川普 OK 他上面會印著兩個 白色的字 印什麼 美戰 那 你現在稍微想一下 剛剛講師所 宣讀的內容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 佔領權 所以美戰 你要進一步的來講 美戰就是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 佔領權 懂了嗎 就是這樣 你要把 台灣民政策的主張跟立場 透過這兩幅圖 你要把它彰顯出來 我們研讀法理 要活用 不要死被 大家記得 懂了嗎 好 剛剛 透過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跟各位所講到的部分 就是萬國公法重要的 兩個重點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第二個 土地的性質是拓殖地跟殖民地 根據萬國公法 可以割讓 那各位你會想到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怎麼樣去理解 什麼叫拓殖地 什麼叫殖民地 講師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人 外表上 整體上來看 我們洗澡的時候 一絲不掛 那個就是萬國公法 所賦予的自然體 也就是自然法則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我們在浴室裡面洗澡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拿著刀子 把自己的心臟 自己的內臟 挖出來送給別人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這個叫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懂意思吧 有沒有人願意割 割掉自己的心頭肉 會不會活 是不是不能活 這個就是自然法則 最重要的精神 我們身體的器官 不能隨便割下來 送給別人 我們心臟拿下來 會不會死掉 人就死掉了 內臟也是一樣 少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不好的 OK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什麼叫殖民地 什麼叫拓殖地 各位 你現在看到我身上 是不是穿西裝 我西裝可不可以送給別人 可以 我領帶可不可以送給別人 領帶甲可不可以 都可以 甚至我的皮帶 都可以送給別人 如果我欠錢的話 打仗一樣 打敗仗了 賠償的 戰爭債 不夠還了 你就必須割地 要不然就是賠款 賠款不夠 當然要割地 所以呢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 透過李鴻章 透過李金方 他在這個條約上 擬定了 有三個地方 要割給日本天皇 看清楚 第一點 他寫很長 他主要名稱叫什麼 奉天 奉天在哪裡 各位 有沒有看過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是誰的 是大清帝國的祖 祖先留下來的發起地 發原地 也就是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日本天皇可不可以收 條約有寫啊 所以可不可以收 實際上是不能收的 日本天皇的明治天皇陛下 在明治28年的4月17號 他知道下官條約已經簽訂了 但是發現 條約割讓的第一點 奉天 遼東半島 並不可以收 因為他是什麼 親帝國的 心頭肉 不可以拿 所以在隔年 透過遼南的返還條約 日本天皇 頒布的 照書 透過 遼南返還條約 將 遼東半島 也就是奉天 割還給 清帝國的皇帝 這樣有聽清楚了嗎 明治天皇 也就是日本天皇陛下 他收了哪些地方 也就是後面 這兩點 來一起念 台灣全島及所有 附屬各島嶼 還有哪裡 澎湖列島 它是什麼 格陵威治 什麼 東京 北尾什麼 那是寫個範圍 這個在 1895年的 5月8日 下官條約正式生效 6月2日那一天 在 日本的船艦 叫什麼名字 恆兵丸 在這艘船上面 開始了 清帝國跟 日本 帝國的 交割手續 拿兩個做代表 清帝國是由李鴻章的 第二個兒子李金芳 在恆兵網上面 日本帝國是由誰代表 也就是台灣總督府 第一任總督 對 華山之際 來鼓掌 我們童心很珍貴 你學 第一堂課 你可以知道 台灣總督府 第一任總督 叫華山之際 很棒 為什麼 我們開始 要了解我們的 自己國家的歷史 各位 有沒有日本時代 有沒有日據時代 這些名詞 就是 是外國人的立場 外國人的歷史 角度 來對我們國家的稱呼 但是我們自己 我們知道我們的民分 我們在法理上的身份 我們要轉過來 叫什麼時代 台灣總督府的時代 那個時代是在二戰前 我們台灣是不是有個主要的管理單位 叫什麼名字 台灣總督府 不要講日本時代 我們自己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說日本時代 這個是什麼觀念 什麼樣的概念 我是日本人 然後稱呼自己的年代 叫日本時代 有沒有很奇怪 好奇怪 我們開始要有什麼 邏輯跟理性的思考 一點點情緒跟感情 都不要放在裡面 我們才能夠做出很清楚 正確的定位 尤其是在法理 要很清楚 一絲絲感情都不要放進去 你使用的文字 講的語言 都不要把它區分為 我使用中文 所以我是中國人 我愛中國 NO 不要這樣定義 我們使用英文也是一樣 我不是英國人 因為這些語言文字是方便 我們人跟人之間 是不是透過語言 透過文字 是不是可以交流 講得通嘛 對啊 所以這個 這觀念 一開始 要懂 要 開始了解 要活用 為什麼 各位 台灣民政府的 以後 各位行政人員 行政官也好 你要接觸的人 方方面面 人很多 使用各種語言 他的想法都不一樣 你要站在超然的立場 你才能夠擔任 台灣民政府的職務 所以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第一點 不使用暴力跟武力 已經提醒我們 這身衣服穿上去 你的身份是台灣民政府 你必須要做到 不使用不使用暴力跟武力 各位 我們在法理上 在法庭上 在國際法庭上 在戰爭法庭上 需不需要用武力跟暴力 不需要 我們只要帶這個東西 我相信各位手上都有 什麼東西 比 對 你把所有的法律條文 國際法 戰爭法 甚至國際和平條約 寫清楚 跟占領方 爭取我們的權益 所以台灣民政府在2006年的10月24號 開始了第一次的控煤案 由台灣民政府 代表 Dr. Roger Sixteen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 空告 誰 美國政府 兩個標的 我們要告 一定有一個標的在 什麼標的 新台灣論的第一頁 上冊第一頁 你翻開來 台灣民政府在美國華盛頓設立代表處的經過 第一句話就寫了 我剛剛講的部分 第二行 它有兩個標的 台灣國際地位 以及 台灣人權保護為訴求 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 人權保護 兩個 國際地位 人權保護 都是 美國憲法 所保障 我們被軍事佔領了 我們被軍事佔領了 被美國軍事佔領了 美國用 獨自用武力 征服 征服 concrest 征服我們的國家 征服了我們的天皇 所以我們的天皇在 1945年的8月15日 接受了 然後 宣布投降 那個收音機有講 御英 就是 日本天皇 昭和天皇陛下 透過收音機 Razio 用日文講 我們的國家 戰敗了 投降了 必須接受盟軍的 管理 要接受 要合作 類似這樣的一個內容 各位你有興趣 上網 去 看一下 回到這裡來 奉天 已經割還給 清帝國的皇帝 台灣澎湖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第二點 講師要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是連續看好很多台灣對不對 好 我們看到古代的地圖 尤其是清帝國的地圖 看我們在網路上 打了台灣出現什麼旗幟 這個是台灣的旗幟嗎 蛤 為什麼拿這一面呢 這是我們的嗎 各位 明天早上第一堂課 解讀解讀 該讀 該讀 攀講師會深入各位的腦筋裡面 把一絲一毫的中讀的內容 把你找出來 講師第一堂課稍微點一下 明天可能會講的內容 很精彩 第一堂課早上 精神要好一點 下午也是一樣 晚上也是一樣 明天是一整堂 一整天的課程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早洗一洗 早一點睡覺 明天早上 有很長的 很詳細 很重要的課程內容 不要打瞌睡 打瞌睡 怎麼辦 沒關係 各位 臺灣民政府幫你 想好了 你在 Google 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有這個網站 YouTube 有沒有 你把它搜尋 臺灣民政府影片 這字打好之後 按搜尋 就會到這個頁面來 記得 上課不用拍照 也不用錄音 也不用錄影 通通幫你做好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專心聽講 但是你害怕忘記怎麼辦 筆跟紙 準備好 寫下來 然後呢 下課 複習 照稿念 搭配 《新臺灣論》 一起 用功 給它看下去 我們去看連續劇 看韓劇 看那些無聊 娛樂的 綜藝節目 其實對我們有幫助 沒有幫助 那好像在給我們吃迷幻藥 各位 你有沒有吃毒品 沒有對不對 實際上有 你都在吃毒品 這些電視節目都是毒品 常常 電視節目常常跟你講 大陸 內地 有沒有 那是不是我們的內地啊 不是 我們內地在哪裡 我們就是內地 大日本帝國的內地 什麼叫大陸 全世界 大家記得 全世界有五大洲 都是大陸 亞洲大陸 歐洲大陸 非洲大陸 美洲大陸 澳洲大陸 還有哪裡 南極洲 歐亞大陸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所以講大陸 你可以問對方 請問一下你講哪個大陸 非洲大陸好不好 南極洲大陸好不好 都是大陸啊 要講清楚哪個國家 中國 中國就是中國 你講大陸 什麼意思 我們就是海外啊 那台灣是不是中國的 不是啊 為什麼我們要講大陸呢 那是我們內地 也不是啊 那為什麼我們站在台灣講內地 因為要統戰 因為要統戰 懂意思吧 我們在講大陸 講內地的時候 各位 你的身分是誰 中國人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使用的名詞要記得 我們在表達 尤其是外國人時候 我們在講 外國人他通常使用我們對談的文字 在聽的時候 就可以初步的判斷 你的身分可能是哪一個 大致抓得出來 你講內地 我如果是外國人 我會判斷 百分之八十 你是中國人 你才會講內地 會講大陸 不要用 好不好 講國家的名字 OK 這個播放清單裡面 你點下去 你可以看到 各期 初級班 高級班的課程 像這裡 這是上星期 初級班 初級研習會的 課程內容 上禮拜的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到最後一堂 第七堂 理講師所講的 潛攤法理 台灣 每一堂課 都有在裡面 那你如果沒上到 沒關係 記得 點來看 OK 那最重要是什麼 你今天有來報名 OK 各位 這張圖有沒有問題 這張圖有沒有問題 輕鬆一下 這一張圖是 講師在八月二十號的時候 所拿到的圖 各位 教材也好 文宣品也好 上面的字要不要教稿啊 要不要教稿 要不要對一對 確定的再大量印書 印刷 再發出去 重不重要 為什麼重要 來看這裡 高頻地區 最低溫度 二十六度 最高多少 三千五百度 自由時報 一看就知道 有沒有在對稿 還是 我也是醉了 有沒有要教稿 三千五百度 我們這裡有沒有高雄州來的同性 來請舉手 高雄州請舉手 OK 還在耶 三千五百度耶 怎麼還在 印錯了 所以 對不對 你如果看書 你有找到錯別字 記得 把它改一改 順便跟你的親朋好友講 不要犯這個錯誤 好不好 不重要 請再印刷 看就好了 多雲詩情 偶正雨打雷 這個溫度不重要 印錯問題很大 很多北部要下去了 看到這個 敢不敢下去 你拿一千億給我 我也不要去 去就融化掉了 OK 各位上課有一點想睡覺 所以講師 稍微加一點 輕鬆的話題 OK 好 答案出來 所以要看台灣的那個地圖對不對 OK OK 我大致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網路上圖有點奇怪 我們回到PowerPoint好了 好 答案出來 在這邊 不用找 1895年下關條約 那個時間點 大清帝國有沒有擁有完整的主權 有沒有 來看圖 這是台灣嗎 有沒有像那個小時候 老師叫我們要養什麼 牛啊 有沒有 然後老師會講說 當時 清朝的時候 台灣的中央山脈以東 是沉沒的 全部沉在太平洋裡面 後來才浮上來 對還錯 錯 各位 忘記一件事情了 大家都住在平地裡面 有沒有山啊 山上有沒有住人 為什麼沒有畫出來 因為山上有住高砂主 他們都很厲害 你只要侵犯他的領域 頭馬上掉下來 你敢不敢進去啊 上個月 很多 東部的地區 都舉辦什麼 蜂年祭 婦禮 或者是受蜂香 很多都舉辦蜂年祭 這樣知道吧 中央山脈以東是誰住的 高砂 要不要講原住民 各位請不要 你講原住民是不是有新住民 新住民住久了會不會變原住民 那到底新住民是原住民還是原住民就是原住民 不要去搞這個 客家人 閩南人 這都是什麼 分化 我們回到國籍的原始點 講原始點有在消 那個是醫療方式 不用吃藥 OK 你自己網路去看 我們在講法裡 其他都不要講 回到原始的那一點 根本來解決 我們人要回到國籍的定位 不要去用什麼 住在山上 住在山下 我是講客家話 所有客家人 我是講台語 閩南人 那個都是外來的殖民者 想要在這土地上 撈到有水 吃飽飽之後 帶回去他家裡 留下什麼 爛攤子 要分化我們所有的人 要不要中計啊 你講客家話你是客家人 我不管你 你家火災了 我連提桶水幫你滅火 我也不要 要不要這樣 不要 那外省的 他們家火燒房 幫他去燒 死中國啊 要不要這樣 不要 頭腦轉一下 我們鄰居 就算他是流亡的中國人 他著火要不要幫滅火 要不要 要啊 各位 我們鄰居他是流亡的中國人 住在隔壁 他失火了 要幫忙滅火耶 要不要站在那邊看 等一下你家客廳就著火了 命運共同體 流亡的中國人他是 不得已 必須逃過來 這裡 要不要歧視他們 不用 但是呢 我們不要去做那種 敵對的觀念 我們要回到法理人面 現在 大家要記得 各位是法理台灣人 不要去有那種族群的對立 懂意思嗎 在法理的基礎上 公平跟正義 大家就是回到公平正義的上面 大家要根據法理講清楚 我們的身份 這樣就好了 懂意思嗎 不要這樣 你是 有的講一下好了 台灣民政府名稱 台灣 所以這個是民進黨 對還錯 錯 今天各位你在上課 為什麼要了解 就是要了解 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重點來了 請注意聽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 請你記好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剛剛那個 下官條約內容 是不是有寫台灣 跟澎湖 那個就是 軍事占領地的區域 寫在前頭 跟簽條約一樣 下官條約 所以就在寫前面 台灣民政府的台灣 就是台灣澎湖列島 代表 軍事占領區的區域 所以叫台灣澎湖列島 後面是什麼 佔領者 佔領方 是誰 美國 所以根據戰爭法 成立的 台灣民政府 全民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所以全民叫什麼 台灣民政府 是政府還是政黨 政府 上面看清楚我英文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不是Party喔 Party是什麼 政黨 講師在這邊講 你可以回去查 流亡中華民國 民主進步黨 為什麼前面加 流亡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還在嗎 流亡了 要不然施大運 你就把青天白日拿出來 為什麼拿不出來 就好像現在 有個人 拿著大清帝國的國旗 拿著大唐帝國的國旗 拿著大宋帝國的國旗 跑到世界舞台 喊 趙匡應萬歲 喊 你有沒有覺得他這個人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拿著大唐 拿著唐朝的國旗 喊 李世民萬歲 你想想看 現在在台面上 拿著 青天白日的旗幟 在喊 中華民國萬歲 請問 有沒有 港鏡頭 同樣的症狀 我們知道 很可憐 發瘋了 因為逃難 失去了王國 王國之痛 到今天還在 為了安慰自己 所以拿著已經不見的旗幟 每天自我安慰 但是可不可以拿出去 不能 所以只能拿什麼 你看世大運 他拿著 五個 裡面是寫什麼 五個圈圈 上面那個什麼 恰連白 代表什麼 流亡的蔣介石集團 流亡到日本天皇 保有所有權的台灣 美國軍事佔領的台灣 的台北市 在這個地方 暫時在這裡 舉辦的活動 他名稱使用什麼 Chinese Taipei 裡面有沒有寫台灣 裡面有沒有寫台灣 Chinese是什麼 台北是什麼 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都錯 它的全名 請你寫清楚 Chinese Taipei 是簡稱 全名請你聽好 很長 Chinese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市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市 有沒有寫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市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抱歉 根本沒有 而且我們不需要為這個道歉 記得 犯錯的人 可憐 但是必有可惡之處 裝可憐啊 討摸摸 你來摸摸我 我們流亡了 但是我七十多年來 一直在欺騙你們 這是最可惡的 可憐是人必有可惡之處 為什麼編那麼多教材騙我們 為了方便管理 所以各位 我們自己的小孩子 自己的孫子 包括我們自己 包括我們自己的父親 所讀的過去 所謂的國立編譯館 甚至現在南醫書局 什麼書局出的 通通都是有讀錯誤 誤導的內容 有沒有無縫 有沒有 嘉義啊有一個 無縫 對三地同胞 他寫內容 寫三地同胞 對他們很好 所以他為了消除歧視 所以他穿了全身紅布包起來 很低調的坐在白馬上 進去部落 然後 住在山上的部落 就看到他 就用弓箭把他射死 然後發現原來射的是自己的恩人 他名字叫無縫 真的還假的 假的 還有過去讀過一些歷史 是太原五百萬人 假的 山西太原有一群人 沿襲山的後 然後五百萬人為了全身 沒辦法退 沒辦法全身而退 被共產黨包圍 所以集體在山西太原自殺 假的事件 這個都是有毒的思想 還有什麼鬼月 各位 鬼天天都存在對不對 只要你想搞鬼 現在科技非常進步 可不可以搞鬼 搞啊 他鏡頭弄那個黑黑的 然後就 然後就把你嚇得半死 從 過年 除夕 就開始嚇 嚇到 吃年夜飯 還在嚇 每天都有鬼 有沒有七月份是鬼月 不要去信那個 科技大家要記得 要告訴自己 法理優先 不要把那些信仰 套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自己嚇自己 你不覺得這樣很可憐嗎 我們生活已經夠苦了 活在政治煉獄的生活裡面 沒有找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千萬不要把這些 當成生活的中心 透過信仰 讓各位麻痹 透過娛樂節目 透過韓劇外來的影集 讓各位時間都浪費在上面 忘了回頭來看新台灣論 忘了來回頭看我們的身份 為什麼 這樣比較好管 他一直就在這裡 殖民 等到所有人 通通慢慢同化 變成中國人 事情嚴不嚴重 你會發現我們下一代 像不像台灣人 不像 生活習慣 壞習慣都出來了 跟中國現在 一般民眾生活沒有一樣 燒殺魯獵 把人家頭剁下來 也不會心痛 也不會感覺到慚愧 跟對岸 跟對岸 差不多了 有沒有 重要 所以我們趕快透過法理 把各位 你的身份找回來 回到 我們歷史的原點 什麼原點 美好的 美好的 日本帝國的年代 不要活在中國人的年代 懂意思嗎 今年是什麼年代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106年 對還錯 中華民國沒有106年 什麼時候 中華民國在1949年的4月23號 南京政府就滅亡了 南京政府就滅亡了 到10月1號的時候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宣布 宣誓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 正式 取代 中華民國 流亡中華民國 如果要正常化 可不可以在台北市啊 不行 所以他永遠要使用什麼 Chinese Taipei 他要正常化回去哪裡 請回到中國的南京城 那裡有什麼 總統府 我放各位影片讓你看 各位為什麼要講這個重點 我要幫助各位脫離錯誤的觀念 通通都是重點喔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喔唷 4月20日晚 渡江戰役 打響了 4月20日晚 渡江戰役 打響了 看好 中華民國怎麼滅亡的 也就是蔣介石 帶來台灣的 包括連政東 連戰 就是這個體系 4月22日 4月22日 新華社播發了 毛澤東親筆撰寫的電訊 人民解放軍 百萬大軍 從一千余華民的戰線上 衝破敵陣 橫渡長江 24小時內 即已渡過 30萬人 很厲害吧 渡江戰役30萬人 渡江戰役 這樣就知道蔣介石 有沒有很可惡 被人家討厭啦 所以被人家趕出來 1949年4月23日 人民解放軍 進入南京市 1949年4月23日 人民解放軍 進入南京市區 南京解放 來 各位請念一下 這是什麼 總統府 所以中華民國總統府 可不可以設在台北市啊 可不可以 而且 占用 台灣總統府的場地 直接把台灣總統府的logo 拔下來 貼上 中華民國總統府的logo 貼上去 宣稱 中華民國總統府 可不可以 不行 台灣是甚麼意思耶 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的 不是耶 憑什麼 中華民國總統府在這裡啊 南京城啊 你看 丟下來是甚麼旗幟喔 是不是奧運會 永遠拿不出來的旗幟 哪一面 五星旗嗎 青天白日滿地紅 所以這一面旗 從 南京城降下來之後 取代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 所以在國際奧會 這一面旗幟 就成為 流亡政府的旗幟 可不可以用 不能用 只能用奧會的難民旗幟 有些是五個圈圈 那為了區別 所以上面放了 蔣介石的 中國國民黨的車輪牌黨徽 OK 好像在賣甚麼 膏藥 OK 好 簡單在這裡 我們不用為中國人宣傳 我們重點在講 台灣法理 這都是中國人的 蘇驚 來 看好喔 各位 你這幾天 有沒有在喊 台灣隊加油啊 來 看這裡 四大運棒球 台灣跟南韓 台灣加油 哪裡來的台灣 Chinese Taipei 有台灣嗎 跟南韓 那去參加 他運動會的運動員 就算他是台灣人 他領誰的錢 領流亡中華民國的錢 是Chinese Taipei的仇勇的運動員 國籍是誰 中國 所以為甚麼四大運 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來 小地方啊 只有世界大學的運動會啊 所以派誰來 國台辦的局長 來了 因為通通都一家人啊 當然要派一些人來 摸摸頭 跟一隻回來 是不是台灣 不要把台灣跟中華民國搞在一起 請你寫清楚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 台灣 台灣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所有權歸日本天皇所有 不是中華民國 兩句話帶過去 把中華民國跟台灣 分得清清楚楚 根據國際法理 中華民國憑什麼擁有台灣 中日台北條約嗎 No 舊金山和平條約在1951年的9月8日簽約 由當時世界的51個國家中的48個國家的國會通過 為舊金山和平條約背書簽約 有三個國家沒有參加 待會再講 這48個國家簽訂之後成為世界各國應該共同遵守 本分上應該遵守的國際和平條約 裡面內容寫得非常清楚 第26條的內容 各位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英文版 各位我會建議你去查 雲層 白雲的雲 層是工程師的層 雲層版它有附 漢文 英文跟日文三個版 對照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內容 26條內容是什麼 簽約的日本政府 也就是從和平憲法成立的這個日本政府 他簽約了 但是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制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26條寫什麼內容 日本政府跟其他國家所訂立的任何條約 它的範圍不可以超過誰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台北條約 台北合約 流亡中華民國跟日本簽了台北合約 他說 適同中華民國的人 所有台灣人適同中華民國的人 然後國籍是中華民國 然後台灣要交給中華民國 可以嗎 不行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內容已經寫了 日本 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的管轄權 是天賦可以轉讓的管轄權 但是保留什麼 天賦不可移轉的所有權 歸誰 日本天皇 所以對台灣澎湖保有什麼 保衛的責任 也就是主權義務 主權權利 因為戰敗的原因 交出來交給誰 征服者 各位要記得喔 征服者只有一個國家 哪個國家 中華民國 NO 看清楚 戰爭法在台灣民政府的戰爭法架構下 在日本天皇的 那個戰爭法架構下 看清楚 是以整個日本帝國的 日本天皇這個範圍 戰爭法的架構下 征服者戰勝國是誰 美國 征服者就是美國總統 用什麼旗幟代表 美國國旗 在戰爭法架構下 征服者 佔領方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在哪裡 在舊經商和平條約第四條的B款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事政府 代表旗 被征服者是誰 日本國旗所代表就是日本天皇 在戰爭法架構下 由佔領地的人民所組成的民政府 代表旗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上面有幾個國家的國旗請你看清楚 幾個 來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不要影響別人 不要拿著香勸別人跟你對白 你要拜拜 你要拜拜你的自由 但是很多人信仰不一樣 不要強迫人家跟你拿著香跟著拜 好不好 眼睛閉起來 表達你的認知 眼睛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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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都有在看喔 不要看別人 我問各位 剛剛講師事所比的這個banner 這個banner 橫幅 這塊布上面 有幾個國家的國旗 不要講話 好不好 不要講話 用手舉 好不好 來 我會講 一個還是兩個 都不要 現在還沒 我還沒講要舉手 不要那麼興奮 好不好 OK 來 一個的請舉手 兩個的請舉手 三個的請舉手 四個的請舉手 好 到這裡 眼睛打開 各位 講師要跟各位 講清楚 這一面橫幅banner 只有兩面國家的國旗 看清楚 美國國旗跟 日本國旗 代表美國總統 也就是美國的國家法人的 美國國旗 代表 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的 日晚旗 只有兩個國家 征服者 被征服者 戰勝方 被占領者 有沒有看清楚 旁邊的是 戰爭法架構下 征服者 一個 佔領方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代表旗 再來是誰 戰爭法架構下 在台灣澎湖列島 所居住的 人民 佔領區 所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這叫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有沒有記清楚 幾個國家 兩個 請你要記清楚 我不要講 台灣民政府 老爸在建國 NO 誰叫台灣要建國的 沒禮貌 看到右手邊 家裡有沒有大人 有沒有 家裡有沒有大人 爸爸不在 所以 小孩子最大 我最大 爸爸媽媽不在 所以我走出門 這家是我的 爸爸不在 可不可以這樣 沒禮貌 也違法 看清楚 我們的所有權是誰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有沒有授權 你們可以建國的 有沒有 沒有 跟各位講 日本帝國的憲法 沒有分禮條款 日本的天皇 從一代 神武天皇傳承到現在 平成天皇 一共幾代 一百二十五代 代代相傳 日本天皇現在的 平成天皇陛下 在2009年的時候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家副主席見過面 展開了十五分鐘的面談 習近平跟日本天皇講什麼 我們中國最近改革開放 經濟非常進步 我們有充足的財力 我希望你可以把 台灣澎湖賣給我們 各位你猜猜看 我們尊貴的 平成天皇陛下 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平成天皇陛下 非常溫和的 跟習近平說 我的祖先 傳承下來 從來沒有做過買賣 這樣答案有沒有清楚 有沒有清楚 有沒有賣台啊 因為日本天皇 他的傳承 有一本制約 叫做皇室典範 天皇的皇 教室的是 茶字典的典 魔飯生的範 皇室典範 已經制約的很清楚 你只要擔任 接任日本天皇 祖先傳承下來 代代相承的領土 財產 你可以增加 不可以減少 你才可以有資格擔任 日本天皇 這樣有沒有清楚 台灣澎湖會不會賣給中國啊 現在台面上的人有沒有資格講賣台 沒禮貌 站在地主 站在房東的房子 土地上面 講大聲話 是不是吹牛 所以中國留下來很 糟糕的毛病 就是什麼 騙騙騙 所以交出很多詐騙集團 在肯亞 在新加坡都犯罪 犯罪怎麼辦 送回來台灣嗎 沒有 送回去哪裡 中國 那在新加坡犯罪怎麼辦 各位 重點來了 看清楚喔 因為在新加坡從事暴力 在新聞一開始呢 首先來關心的是 發生了台灣人在新加坡 遭到鞭刑的案件 這是30歲的台灣籍成姓男子 因為在新加坡從事暴力討債 結果被警方逮個鎮著 遭到求處46個月的有期徒刑 而且還遭鞭刑六下 導致臀部皮開肉債 那麼根據了解 這個集團的成員月薪台幣6-8萬塊 如果被抓遭到鞭刑 這暴力集團老大甚至還會頒發 8萬塊錢的鞭刑安慰金 一邊下去 清脆響亮 再來個兩邊 重型人的臀部血肉模糊 痛到不停抖動 超恐怖的新加坡鞭刑 又有台灣人挨打 就是他 30歲的成姓男子 因為在當地暴力討債 和其他兩名同 各位 犯罪的人你要不要 建監獄 請警察保護他 三餐有熱熱的飯可以吃 天氣太熱有冷氣可以吹 冬天有熱水可以洗澡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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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建監獄養他們 沒有必要花這個錢 監獄要關誰 要槍斃的死刑犯 待在監獄 其他的呢 帶回去 強暴犯 跟這些罪犯 講師事有個想法 不知道你有沒有認同 只要犯罪 跟狗跟貓一樣 植入金片 衛星定位 你在哪裡 通通都 我要查很簡單 定位通通在哪邊 哪個強姦犯 在哪裡 哪個位置 已經出門了 警方嚴密監控 各位 還是要像現在這樣 腳聊還可以拆 然後放出來 假釋 然後繼續欺負我們的婦女同胞 要不要 還是要放 晶片 晶片最好啦 狗狗貓貓 在外面流浪 你只要抓到 甚至 衛星科技很進步 各位你手機 各位要小心喔 你的手機是衛星定位最好的 工具喔 這一個暴力討債 邊刑六下 四十六個月 各位 講師聽過秘書長的課 我跟各位 分享秘書長的觀點 他判四十六個月 才打六下 太輕了 太輕了 這種暴力討債 就像吃毒品一樣 不會好 所以呢 四十六個月 每個月都打六下 應該是這樣 你再去當黑道嘛 你再做黑 暴力討債嘛 就打你 我也不要你的錢 因為錢再賺就有了 你偷東西 邊刑 貪污怎麼樣 槍斃 秘書長都講得很清楚 台灣民政府執政 政務官只要貪污 一概槍斃 三天執行完畢 這種暴力討債的人 每個月 每個月 就打 腳趁爬下去 暖暖暖 睡 有好睡嗎 回去睡覺可以躺著睡嗎 痛死你 每天就是趴著睡 讓你痛徹 心 從心裡面痛出來 走出去還很丟臉 為什麼 走路都開腳踏 大哥請坐 我無緣我打了關時間 是趕時間嗎 大哥 你屁股開花對不對 好丟臉喔 你不是什麼大哥嗎 哪個堂主嗎 帶著小弟去討債 通通一起打 這才對 不是關起來 管訓 放屁 管訓會不會好 人性本惡 你關 越關越大條 關進去小弟出來 變老大 沒有用 邊形最好用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反正以後就這麼做 老闆就打 頭拿東西一樣要打 就是這樣 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你只要守法 這些事都不會輪到我們的身上 OK 來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的內容 來 戰爭法 我們剛剛有講到 台灣民盛府 根據戰爭法成立 來 戰爭法的內容 一起唸 好不好 來 第一個 自然法 再來 萬國公法 再來是什麼 戰爭慣例代理法 再來什麼 國際條約 然後呢 海牙第四公約 再來是什麼 日內瓦公約 再來 紅十字總會 有關戰爭法的部分 再來 美國最高法院判例 美國最高法院判例 接下來是什麼 美國陸軍總署野戰首冊 記清楚喔 這些通通都是戰爭法 戰爭法是不是削整本 沒有 都在這裡面 散落在這個地方 這通通都是戰爭法的重要內容 都在這裡 法律位階很重要 當你遇到法律跟國際條約跟自然法則 什麼叫自然法則 上帝造亞當跟夏娃 男生跟女生 結婚 才能夠生小孩 這是自然法則 那我們有趣的 上帝製造亞當夏娃 一男一女 為什麼當初沒有製造 兩個亞當 還是兩個夏娃 大家有沒有想到 現在有沒有正常 這種觀念有沒有正常 當然我們要尊重 有些人他的取向不同 但是可不可以把所有人 教育成同樣那個樣子 可不可以 不行喔 歐巴馬他在在任的時候 在美國施行的政策 川普上來之後 為了要讓美國正常 通風把他廢除了 當然我們對於少數不同的選擇 尊重他 為什麼 就要讓我們吃東西 當然有些人 我們喜歡吃鹹的 是不是有人喜歡吃甜的 那要不要歧視他 不要 東西吃得進去 吃得飽 他喜歡吃就好了 不要去歧視他 你吃爽的 你吃粗的 不要去分 他只要吃了 吃得開心 吃得飽 通通都好 好不好 這個觀念一樣 公平跟正義 台灣民政府的精神 一定要記清楚 法理台灣人重要的觀念 公平 正義 在什麼基礎上 法理的基礎上 要理性 透過邏輯 看人 看事 看物 好不好 這個時候開始改變了 變革 所以 剛開始講師的 內容 開頭是什麼 Change 變革 我們要改變 不是革命 Revolution是什麼 拿刀拿槍發發給你 你拿刀 你拿槍 你拿大炮 我們去凱盜 衝 台灣獨立衝 建國衝 頭上去 台灣唯一的路 就是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因為現在 不正常 懂意思嗎 所以 講師一開始要跟大家講 下關條約就是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的 所有權壯 而且 日本天皇遵守萬國公法 很遵守的 把奉天 遼通半島 割還 不屬於 也不應該拿的 遼通半島 還給 清帝國的皇帝 所以大日本帝國 會不會違反國際法 違反戰爭法 去發生 南京大屠殺 會不會 第一次世界戰戰之後 日本帝國的軍隊 是全世界第一強的 美國是第三名 所以當時想 當然 全世界的世界組織 像現在聯合國的前身 是什麼 國際聯盟 五十一個國家組成 授權當然給軍事武力最強的 擔任維和部隊 去做什麼 隔壁國家的中國發生內戰戰亂 各位你還記清楚吧 孫文孫中山是北伐 當時有軍閥 吳佩福孫傳芳還有誰 張作露 張作霖 北伐 接續下來是什麼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就一開始很早就已經發生了 其實二次世界戰戰之前就有 剿匪有沒有 剿匪完 抗戰 誰在抗戰 蔣介石 因為維和部隊在中國要平定兩個叛亂集團 請一記清楚 正當的正確的中華民國是誰 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政府 才是真正正統的 兩個叛亂集團 躲到重慶的蔣介石 中國國民黨政府 躲到延安的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政府 這兩個是叛亂集團 他們定義就好像各位你所了解的 賓拉登 蓋打組織 格達費 你如果是維和部隊 你要不要去處理掉 要不要很了解很清楚你就知道 原來蔣介石跟毛澤東 是蓋打組織那個年代 懂意思了吧 懂意思吧 大家是要阻礙中國國際地位 正常化 汪精衛他是配合維和部隊 要什麼 大東亞共榮圈 大家抵抗什麼 白人的殖民統治 所以整個亞洲要覺醒了 結果史達林看不下去 他去撤動撤反 所以發生了南京大屠殺 這個案件是 蔣介石中國國民黨的軍隊 殺害在通州 這個地方的日橋 婦女小孩子 殺掉 剖腹 肚長 流 然後強暴他們 小孩子通通脫光拍照 這些照片拿來什麼 遺花接木 嫁禍給維和部隊 甚至刊登在哪裡 世界的雜誌上面 影響了美國 一億多人的觀聽 讓美國英國本來支持 日本的維和任務 變成反對抵制 用經濟制裁 讓日本帝國忍不住了 最後 在1941年的12月7號 跟美國宣戰 有打電報 但是動作很快 所以騎襲珍珠港 不是偷襲 因為日本非常遵守戰爭法 宣戰 一定要先 講幾月幾日幾點幾分 我正式向美國宣戰打電報 但是美國幹嘛什麼 在度假 所以那個電報有比較慢 等送到辦公室的時候 珍珠港早已經爆炸 死了很多阿兵哥 所以12月8號 1941年12月8號 羅斯福總統在美國的國會 發表演說 邪惡的日本帝國 就講了這些系列演說之後 由當天的美國國會 決定對日本宣戰 那12月9號呢 蔣介石就看 市櫃比較大便喔 我會來宣戰 然後中國 就是國民政府 什麼叫國民政府 中國國民黨政府 主席是誰 林申 蔣介石什麼職位啊 行政院長 各位你如果有去中興新村 講 秘書長也曾經講過 在中興新村你進去 左轉進去第幾個 那個有一個表框 就是國民政府宣戰的文 你去看 不服戰爭法的格式 他寫中華民國幾月幾日 有沒有寫幾點 沒有 然後主席是誰 林申 結果宣戰是誰 蔣中正 帥領十萬青年十萬軍 宣戰 要宣布抗戰 然後什麼 八年 各位你想想看 1941年4月 12月9日 打到什麼時候 8月15號好了啦 幾年 四年 有沒有八年 有沒有八年 那騙我們 不會打計算機啊 不會寫數學嗎 四年怎麼會變八年 所以就很誇張啊 中國 悠久歷史五千年 中國歷史有沒有五千年 有沒有 你數數看嘛 有沒有五千年 沒有啊 叫中國 1912年的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成立 我Savis送他好了 106年 有沒有五千年 沒有啊 那他的歷史是怎麼組成的 只要有人打敗他 他就把他當作祖宗來拜 成為朝代 懂意思吧 所以什麼夏商周 底下什麼五胡亂華 魏晉南北朝 宋元明清 再傳承到中華民國 所以中國悠久五千年 如果這樣子的話 全世界歷史就很亂了 歐洲 我們怎麼沒聽過 羅馬朝 波蘭朝 波斯朝 還是亞歷山大朝 沒有啊 我們聽過羅馬帝國 波斯帝國 有沒有 正確歷史定位 應該是像歐美這樣定位 而不是 打敗他就奉為朝代 NO 一樣要法理正確 世界真正悠久的歷史 是哪個國家 日本天皇的國家 各位 你就優秀的 日本的產品很棒 很精確 水準很高 日本的歷史很悠久 從神武天皇傳承到現在的平成天皇 一百二十五代 兩千五百多年 他們每一代的天皇傳承有沒有斷掉 馬上變宋朝換 趙匡運上來 變忽必烈 忽必烈完換那個誰 朱元璋 殺來殺去 你看日本天皇每一代有沒有殺來殺去 沒有 再動的也是只有幕府而已 懂意思嗎 就是這樣 來 法律未接 自然法為基礎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這是公法的部分 自然法 剛剛講的 生老病死 包括自然的變化 就是有個天歌颱風 有沒有人擋得住 還是說我宣布取消天歌颱風的行動 所以它自然瓦解 可不可以 不行這個叫自然法則 萬國公法全世界要共同遵守 不可以占地為王 只有神聖不可分的領土不可以割讓 只有拓殖地殖民地可以割讓 萬國公法的部分 國際戰爭法兩個原則 剛剛講師講的很淺顯易懂 重點兩個請你記得 第一個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美國雖然軍事佔領征服的日本天皇 但是不可以移轉 日本天皇對日本 對台灣所保有的所有權 所以美國總統只有拿到什麼 佔領權跟管轄權 請你要記得 所有權還在誰那裡 日本天皇 記得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中華民國雖然適時在管理台灣 可是它是不是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 它的名稱叫什麼 台灣當局 這個在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記得 那點給你看 剩兩分鐘 再來 各國的憲法 美國英國各國憲法 台灣關係法在哪裡 美國憲法的底下 也就是美國的國內法 我點到官網 大家記得這個內容很重要 你如果怕忘記的話 記得點來看 來還有一個重要消息 各位你是不是使用Line 最近iPhone有更新了 我們Line本來 譬如說我的定位 我要跟朋友講我的定位 本來是寫中文 現在通通改英文了 為什麼 你想想看 是不是美國軍隊要使用 所以改英文 以前 譬如說我要跟朋友講 我現在在哪裡 在台灣 新北市的樹林 國道3號的高速公路 它上面會寫中文 為什麼現在通通都寫英文 這是今天的訊息 我的同事 我特地告訴大家 我現在的定位通通都是英文 我同事來講水準高 我已經跑第三趟還兩趟 最近更新後定位都變成英文 為什麼 答案告訴你 你自己去講 你想想看為什麼 跟他有沒有關係 跟美國沒有關係 好 再來 台灣民政府這一段 記得 現在 最後的幾分鐘 告訴大家重點 看好喔 這一篇請你要記得 1978年 1978年 12月31日 中華民國 聯邦政府與美國斷交 1979年1月1日 為了延續 美國對台灣佔領地的佔領權 特別設置了台灣關係法 延續美國的佔領權 所以呢 現在台灣領域 什麼叫台灣領域 佔領地 只有稱為台灣當局 記得喔 有沒有台灣政府 沒有 現在蔡英文所領導的叫做台灣當局 她的上訴單位是誰 美國國務會 美國國務院 聽清楚喔 再來 透過什麼 台灣關係法 它是台灣當局 沒有台灣政府的稱為 那2008年2月2日 台灣民政府在美方的協助下 藉由2006年12月4日控美案 同時正式由美國官方監督下 成立了戰爭法底下誰 台灣民政府 所以記得 現在台灣有兩個合法政府 第一個叫做台灣當局 就是附屬在美國 幫美國管理台灣 叫台灣當局 請記得 他不是中華民國 也不是台灣政府 局 他可不可以掛青天白日滿地喔 NO 他要把美國國企掛出來 懂意思吧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大家